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歡迎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歡迎您收聽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節目主持人Ruby 周三的台股開低走高 重返萬五大關 而這個老師一路看好的生技族群 這個掌勢是不斷 除了強者很強 許多低位階的生技股也被帶動了 全新的9月份投資朋友們 可以怎麼來把握呢 馬上來請教股市相對論的方便人 同時也是改變一生的貴人 摩擬頭顧蔡英斯坦蔡振華老師老師好 Ruby好投資朋友們打號 好那果然這個老師不做生技的時候 生技就不動 老師一做生技的時候 生技就噴了 那麼生技股的掌勢 現在是越來越兇了 整個族群都熱起來了 那就請問我們的生技王 生技股接下來會有怎麼樣的表現呢 因為我在市場上因為稱號很多 很有名的一個就是生技王 沒錯 是這樣子講 從以前以來 大概你講得出名號的生技股 大概我都有參與他偉大的戰役 哪是有參與過 對 你那個主聲段不可能沒有聽到我的名號 那你大概 我覺得你也沒來做生技 真的 我這不是在隨便開玩笑 你們可以去打聽一下 尤其那種新進的朋友 是 你說過去二十年以來 台灣幾個重要的生技 你要說早年的那個什麼 基亞 對不對 然後當時什麼雲城 然後怎麼樣摩擬紙櫃 然後基亞怎麼樣帶動到當時還在新櫃的股票 然後後來像新櫃裡面的上市的上櫃的 新櫃先拉一段的 什麼台威體 上市以後反而不創高的 然後後來什麼中育 然後你說什麼浩鼎 什麼集團 營營糧他們家 然後誰有什麼小金雞 然後新櫃裡面誰有疫苗的 然後誰先拿到新藥 我跟你講 就是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 我講真的 只要你喊得出來了 大概我們都做過組身段 那我做生技有個特色 我不會在那邊告訴你說什麼長線報老 對不對 你高檔給我日落就全出了 是 你沒什麼要講的嘛 對 因為你不出你沒有辦法換下一檔嘛 我們的資金就是這樣 你只有一套 對 為什麼很多投資人聽那種法人在解盤 沒有用 因為你解 你又不知道說 比方說你十檔都看好 比方說你現在高利也看好 你衛生也看好 對不對 那你又告訴我說 台積電的供應店你也看好 對不對 加登你也看好 中沙你也看好 梗定你也看好 那你到底是要我怎樣嘛 對不對 是 你都看好沒有錯啊 我不可能全買啊 哪怕說你今天只要給我一檔股票 沒那麼看好 明天漲停 我都覺得對我幫助更大 是 因為你就只有兩百萬啊 所以投資人其實 就是 我覺得過去這兩年齁 大家也慢慢懂了啦 煩的東西不見得適合你啊 講起來是都很好講 但是 我就告訴各位一個嘛 對不對 你說哪個大操盤人 退休了以後 對不對 靠著操作變成台灣首富的 好好他現在沒聽過嘛 對吧 那就奇怪啦 你當基金經營人的時候 這麼厲害 對不對 你說你幾歲退休 那你不如真的這麼厲害 做什麼股票都會賺錢的話 你就趕快早早退休嘛 比方說Ruby我問你啊 你做基金經營人好不好 好 你在那個大金孔 我給你底薪大概八到十萬 差不多嘛 對吧 然後年底的時候再給你分紅啊 那你八到十萬 你再給你分紅 了不起你說你再怎麼厲害操盤人 你一年賺個三四百 差不多了嘛 對不對 三四百你搞清楚 我還要抽你的稅 國家還要講完你的稅 對 你實際上拿到手上的大概兩百多而已 那我問你一年賺兩百多萬 然後呢 你操那幾十億的資金 全世界看你出報告 兩百多萬你做個十年 了不起也才兩千多嘛 是 你養個兩個孩子 寵個老婆 然後買台車 頭期付一付你錢也沒啦 對 你根本也沒錢了嘛 你操盤人真的那麼厲害 你乾脆就早早退休啊 那你很簡單嘛 一年賺個五億對不對 如果說真的像你自己操盤那麼厲害的話 不用 你就退休算了嘛 三年就賺翻了啊 你有聽過這種人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還不是在那邊操別人的錢 對不對 反而還不是操別人的錢 為什麼 為什麼你那麼厲害 你要拿客戶的錢來操 你為什麼沒膽 你乾脆就自己帶著一百萬 就可以出來闖天下了嘛 你一百萬就可以闖天下了啊 你一年一倍 兩年四倍 三年八倍對不對 對不對 你搞了差不多五年手上有上億啦 那你幹嘛要在那邊領的薪水 兩三百萬兩三百萬 等你要不要領兩三百萬 還要被人家調查 你手機不能跟人家講什麼股票 然後 講話那邊遮遮掩掩的對不對 然後進操盤間的時候 還要手機放在那個字物欄裡面 不能帶在身上 對不對 中午吃飯的時候還要小心 你不能跟誰講說 你今天要開什麼單喔 哎呀沒有那種 我告訴你們啦 真的 投資人我跟你們講 我們這個市場 真正厲害的不是那種有名號的 今天我在全國聽眾朋友們講一句話 是 我跟你們講法人圈很多那種真正 我不是說法人圈沒有厲害的喔 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說法人圈裡面絕對有頂級高手 是 絕對有 我認識的就有 結果他們怎麼樣 年紀輕輕他就退休了 他跟我說我不幹了 為什麼不幹了你知道嗎 三百萬大概就出去闖天下 現在都已經賺到幾千萬上億的都有 賺夠了是 為什麼所以我跟你講喔 就是說 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真正的頂級高手 不是那種代名號的 是他現在根本不幹的 不受任何人的監管 已經賺十億的人 他也不坐在券商VIP 他懶得怕被人家跟單 你知道嗎 是 他就坐在他們家客廳 你知道嗎 幾隻手機滑著下單 然後前面一個螢幕 我跟你講 帳戶裡面十幾億 這種人才是我們圈子裡面 真的頂級高手 真的高手 你問他說 老廖啊 Ruby啊 Jeffrey 你在哪裡上班啊 我沒在上班 在家裡 你要來我這邊工作嗎 好啊 你來幫我助理 我有一些研究資料 請你麻煩幫我一下 還要整理一些資料 這種人才是真正的頂級高手 不是在那邊換名片的 所以我現在 來跟所有的這個投資人 講一件事 我們聽眾朋友 過去你們都被人家洗的 你知道嗎 過去兩年都被人家洗的 好像法蘭的像像天一樣 很厲害 法蘭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上半年摔的摔的跟什麼一樣 我都不好意思講了 但你看最近投信 他是不是績效回來了 對 有喔 你不要看喔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從來都不會說 誰怎麼樣 誰一定差 或怎麼樣 我今天講一句實在話 投信上半年繼續 績效不好 不能怪投信 因為行情真的差 行情吧 是 那你說投信為什麼 7月8月賺這麼多 表現得這麼亮麗 為什麼土洋反轉 投信贏外資 為什麼外資占賣方 這次被嘎嘛 對 對不對 投信是對的啊 買的股票就上去了啊 IC設計 你說那什麼 力望金星科那幾支對不對 投信最漂亮 這次追那個藥法藥 帥呆了 你看 投信我從來沒有覺得他那麼帥過 400去追藥法藥 最成功的 帥到炸掉 你知道嗎 在全國人面前這樣眾目睽睽 大家等著看他笑話 那投信你死定了 結果投信怎麼樣 大賺 賺炸了 是 所以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說 因為你空投的時候 投信也不能做空嘛 他也不能零持股啊 你本來就是股票型基金 你就是要持股嘛 所以 這是我以前跟各位講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 行情不好跟你做不好不一樣 沒有關係 你不能說投信做不好 他沒辦法 他不能零持股嘛 你上半年空投他一定賠的啊 但 你到第三季的時候 他還是維持 跟上半年差不多的做法 結果成績單怎麼樣 大好 所以我現在跟所有的聽眾講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你們搞錯了 並不是股市不好 並不是說股市會賠錢 不是說爆股票給你的人在害你 不是這樣 那就要上半年不好 現在行情非常非常的好 是 那你還不做 你就再也怪不了任何人了啊 現在唯一一個阻礙你自己賺錢的人是誰 就是你自己 你不做嘛 是 對不對 不會動的股票 你等解套 你抱著你也不動 那沒辦法啦 這個真的沒辦法啦 就好像說我寫四個數字在你的桌上 你晚上要去簽大樂透 對不對 一百塊你簽不簽 連一百塊你都不簽 你都不簽啊 隔天開頭講十二億 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你的心情有多差 你昨天沒看我的節目就算了 偏偏你看了 對不對 你又看了高利 你又看了高端疫苗 是 你又看了中育 還有唐蓮 你又看了唐蓮 對不對 你之前沒賺到合一的時候 心裡已經歐死了 偏偏你又是我的聽眾 對不對 你就明明看到我買那幾支 然後今天全部都漲停板 對 你說我怎麼樣 對不對 我也老實跟你講 我今年上半年有沒有股票最大高點 一定也有啊 有沒有股票買錯的 有啊 對不對 那我們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 出掉 對 換下一檔 我也在那邊跟你講說 這死報活報報到什麼時候 地老天荒 沒有 告訴你說這支股票是神 告訴你說這支股票 每天拿三槍 三柱槍拜他 求他 他是台灣最棒的 總有一天會回來 那你為什麼不趁著現在這個時間點 先賺兩百萬 當然要 為什麼不賺到兩百萬的時候 再賺五百萬 等到你手上有四千萬的時候 你回來再加碼你那檔股票 是不是可以買更多 是 就是最後的結論 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講什麼生計也沒用了 我現在就直接把幾個結論條文我在這邊念完 第一個 生計剛開始 剛開始而已 聽我講完 第一輪長了新藥對不對 第二輪是不是長了CDMO 對 當年政院在發布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他有講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數位醫療 數位醫療 是 那種市場上那種見嘴 看到生氣就罵 看到有你做就罵 他市場上有一種見嘴 只要是你股票漲停標的 有賺錢 他全部都罵 他全部都跟你講說 這個高本益比這個沒獲利 跟他講一些屁話就對了 然後 你自己錢也沒賺到 然後就整天在那邊奚落人家 那種沒有 等到這種股票 不要玩跌下來了 他就在那邊高漲笑人家 你看吧 叫你不要追 像那種人 就是說 我們有一句話叫 孤名釣獄 對不對 就是弄得自己好像很清高有沒有 說別人都會炒作這樣 問題你清高 你又沒帶你家朋友賺錢 對不對 我的邏輯很簡單 你越要我越好 對不對 反正我們大家賺到錢 高漲一起出 對啊 你要學的不是 不去買這些會漲的股票 你要學的是 高檔跟著有賺的人一起出 然後再換下一檔 是 那你就從輸家的思維邏輯 變成贏家的思維邏輯 是 所以 嘲笑冤宇宙那邊的 那我跟各位講 大家現在把正規君 放在玉金光身上 玉金光已經四個月 低點都沒有破上一月低點了 對 你在季線上面已經三個月了 這個大底上去 我認為他沒事不會上去 我猜啦 十有八九跟他八月營收有關 這個就是我講的 你七月營收出來的時候 你不買 你笑人家很多股票 IC設計蠻多的嘛 對 說人家因為月營收衰退 結果你 你下完以後股價漲上來 你跟IC設計漲多少 一大堆漲很多嘛 是 你就不要八月營收出來 比七月高 人家到時候跟你說 那叫利空見底 對不對 因為基本面是玩出來的嘛 這個報告是寫出來的 你要看 你要看你會不會做股票嘛 所以我現在回頭來講 你看威盛它是鎖上去 這故事很大喔 我講真的 這故事很大喔 市場上有一種說法啦 全大陸的這個行政電腦 如果要換的話 他這一次因為又想要 離開美國的掌控嘛 搞一個自己的系統 會不會帶出一個新故事 那 反正威盛就是鎖了啦 我昨天也跟各位講過了 前天我也講過了 他有很大的故事 我這邊先不附送啦 那就我所掌握到的東西 我真的把它講完 說不定你們也不信啊 你只要想一個問題就好了 王學鴻董事長 為什麼當時費盡千辛萬苦 一定要盡點想他讀懂 對啊 我跟你講 真正的暴力效應還沒有出來喔 那這個我慢慢帶你看 我現在要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很多的股票喔 他低檔剛剛開始 你真的是一定要把握啦喔 全天下能夠救你的喔 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自己啊 好的 那麼請大家呢 務必利用稍後的廣告時間 趕快加入我們蔡英斯坦 免費的賣帳號 蔡英斯坦幫大家掌握的強勢股呢 是一檔接著一檔 生技股剛剛開始喔 所以全新的九月并買股 歡迎大家趕快來電諮詢 那我們現在就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聽眾朋友每天賺一點生活好一點 每天的時間都是很寶貴的 要把握時間賺漲停 你需要的是能夠帶領你一買就噴的老師 為了幫助大家呢 把握行情 我們提前開放中秋回饋活動 請大家趕快把握機會聯絡我們喔 請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費的賣帳號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生技股的熱潮才剛剛開始 讓生技王蔡英斯坦帶領你繼續抓漲停 全新的中秋回饋活動先搶先贏 今天播電話進來開盤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場喔 歡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節目現場 那麼投信呢是已經連續買超40幾天了 全新的9月份請教老師這個 還有哪些新機會是投資朋友們一定來留意的呢 所以呢這裡我們看到第一個就是說 已經漲上去的股票了喔 那麼它開始帶動一些位階比較低的嘛 首先你看CDMO現在這一波領軍的是台康生嘛 那今天也震的比較厲害對不對 或者是說前一波領頭在漲的 你看美食跟保齡 現在都震的比較厲害 對比較震大 但反倒是說唐蓮中癒跟高端疫療 它就長得很漂亮嘛 是 所以資金不願意離開生技 所以你要去找剛剛開始啟動的 那剛剛開始啟動的除了新藥之外 那我剛剛跟郭威講了醫療的部分 數位醫療的部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題材 那我認為說後續會持續擴散 那我想帶你買一些剛剛要發動的股票 第二個就是說第五波要站上季線的股票 慢慢出來了 是 今天看到第一個是穩帽嘛對吧 對 那這些股票在今年的第三季是非常弱的 包含全新在內 你看PEN有幾支 今天就剛剛好去穿過那個季線 那這裡就說明了一件事就是說 九月在中秋以後會有很多股票從底部起漲 那你在七八月沒有抓到底部的朋友 你不要心裡認為說 那這個大盤已經長上去了來不及了 你絕對可以找到剛剛起漲的新族群 好不好 這個概念一定要出來 否則的話你 你永遠就說長上去的時候來不及了 那跌下去的時候就說這個我不敢買 對不對 你就永遠不用做了 所以我一直因為我強調一個觀念就是說 你要把指數放在一邊邊 那個沒有什麼重要的 指數說實在的說出來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就等於指數 指數就是台積電 就這樣子而已 對吧 那我們來看到 合一在分盤的時候也沒有下去 對吧 百言又創新高 這個就不講 然後長勝 劍亞這些都是新股票 好那這邊我們看到高利在往上供 那當然在這個新能源的部分 還是有往上供的一個條件 我今天要講一個東西叫做半導體的特用化 半導體是 這一波最強的股票叫做4770的上品 是上品 對那因為它價格比較高又分盤 有的人就不免要問說 老師那有沒有小上品呢 小上品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哇大家最喜歡 你今天看那個4768的金層 它是半導體的特化另外一檔 它這種東西叫特殊氣體 為什麼上品跟精神可以漲這麼多 如果了解這個道理的話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第五波準備攻上季線的股票當中 就用半導體的特化當中 其中的一個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一樣我們明天要來做買進 務必把握這個機會 跟我們一起做進場 好的 那麼這個前面級波站上季線的個股當中 從這個元宇宙的道車用 帶到生計 有很多漲幅都是明顯領先大盤的 所以9月份呢 我們要準備迎接第五波 即將站上季線的個股 這個秘密武器機會非常的好 趁著這個中秋節之前 我們有一個輕鬆的方式 要讓大家都能夠來參與 就請大家務必要好好的來把握 可以透過蔡英斯坦的Lighter 或者是波通專線聯絡我們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邊 再次感謝我們的投顧 蔡英斯坦 蔡政華老師 謝謝老師 祝各位操作愉快賺大錢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資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聽眾朋友每天賺一點 生活好一點 每天的時間都是很寶貴的 要把握時間賺漲停 你需要的是能夠帶領你 一買就噴的老師 為了幫助大家把握行情 我們提前開放 中秋回饋活動 請大家趕快把握機會聯絡我們喔 請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費的賣帳號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生技股的熱潮才剛剛開始 讓生技王蔡英斯坦帶領你 繼續抓漲停 全新的中秋回饋活動 先搶先贏 今天播電話進來 開盤就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場喔 以上節目由中港新聞網 與摩爾頭顧共同直播